我都不多介紹了,我是Theresa,我是從時寧會的 大家好,我是陳麗娥,來自寧實醫院 今天多謝大家繼續幸留在這裡參加一個workshop 就是Advanced Care Planning Workshop 在今天的環節,兩位speaker就是 其實我也不需要怎樣介紹,但我也要介紹的 第一位就是Miss Ellen Yeung 她是香港東聯網的Nurse Consultant in Private Care 第二位就是Dr. Ceci這一關 她是來自新界東聯網的Nurse Consultant in Private Care 兩位都是很豐富的經驗和很資深的同事 今天我們同樣是很開心,請到六位的facilitator 我也想請六位facilitator 如果是坐在後面的,就坐過來前面第二行 我就介紹了幾位 第一位就是Kimman 另外就是Selena,站起來 另外就是Gigi Gigi,是來著了 跟著就是Sam Nancy 跟著還有Therjie 就是六位facilitator 那待會就Miss Yeung有少少的lecture 然後跟著就會有些demonstration 大家就分組去有一些練習 就是我們有一些討論 那我們根據Chairman Dr. K. S. Chang的指示 兩天經常都被人看的了 今天一定要掌握時間,掌握得非常之好 所以到某個環節呢 我就是做那個人育計時人 今天早上就是舉這個牌的 那今天呢 下午我就用這個適當的時間做和大家打招呼 那我們首先將時間交給Miss Yeung 謝謝 時間很緊絕了 我本應有20分鐘 現在已經遲了7分鐘了 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了 什麼叫做Advanced Care Planning 都簡單介紹一下而已 詳細你不知道 再有很多guide line可以告訴大家 Advanced Care Planning 在醫管局來說 我們亦做預設照顧計劃的 如果你在中文 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有不同的演繹 Advanced Care Planning 其實是一個communication process 對於病人、家人和醫護人員 他們是一個溝通的過程 是說一下 當個病人臨終 他可能有很多醫療的抉擇 照顧的抉擇 究竟他可以趁自己還有一個能力 可以去談 多一點時間去了解 就是一個這樣的溝通過程 在HA來說 就是extend了這個communication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都是比較遲去談 預設這條指示 預設照顧計劃的 所以很多時候 那個病人 我們開始談的時間 已經可能是mentally incompetent了 或者是小朋友 他可能沒有這樣的認知能力 可以去談到這些題目 所以在HA來說 可能是醫護人員和他的家人 去談這個過程也算 Advanced Care Planning 是一個很重要的路程 去做一個臨終的醫療決定 不只是醫療 而是包括他的照顧 在晚期的時間 他想得到什麼照顧和治療 我想每個人都喜歡選擇 無論你住在哪個區 你讀什麼書 全部都需要選擇 而死亡 如何被照顧這個選擇 我認為每個病人都需要 所以也希望有這個照顧 所以我們希望 順序地有這個交易 當然 不只是選擇 什麼照顧、什麼醫療 在哪裏臨終 或者在哪裏被照顧 包括好看每個人 對自己的生命 價值 他有什麼期望 他希望最後如何度過 我希望家人和他的醫護人員 理解他 當然 因為說到生死 說到臨終的決定 很多時候都是 含有很多情感 而且也是一個 準備家人、準備病人的過程 在醫管局 這個課題 其實有很多概念 早在很多年前 已經有這些概念 例如 Use of Large Sublime Treatment AD Advanced Directive 以及 DNA CPR 到今年6月 正式出了一個 ACP的概念 其實你們 如果在醫管局做的同事 你進入 Patient Safety 和 Risk Management 然後找醫療科技術 就會很清晰 所有這些資訊 包括形狀 包括形狀 究竟何時才談 這些是 end of life的決定 其實 在什麼情況之下 去談會比較好 也有這些指導 導致我們 當然 現在在香港 我們希望 真的有一個末期病 先去談 而這個末期病 當然 很多人 現在的末期病 都變成了 很症狀的症狀 有時 一個病可能 去到十年、八年 才去到真正終結的時間 通常 我們都推薦 去談 如果一個病 有 生命障礙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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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病 是比較快 下降的 例如一些 MMD病人 或者 但是 也有些情況 可以早一點談 特別是 Dementia 因為Dementia 到中期已經喪失了 認知能力 所以 那些可能早一點 去談都可以 在醫管局 還有 當然 我們在這裡做的 都是健康專業 你也會有一個 醫療症 醫療症 覺得這個病 可能在幾個月 就有機會 去到生命的終結 這個情況 又可以去談 還有 有些情況 是 有些病人 例如他腎衰竭 心臟衰竭 或者心臟衰竭 而他覺得 有一些 有些 比較活躍的 他不想接受 例如他 心臟衰竭 心跳得很慢 他又不想擺放 pacemaker 那就有機會 他會 即是有機會 快了 這些情況 都可以去談 或者 他 例如 例如 COPD 的患者 他已經開始 坐在那裡 都會氣速 或者 他又 提升了 那些創作品 都沒有好轉 肺功能 都很弱 這些情況 或者 你預測 他會 這幾天 會有卡尼斯 完全吃不到 這些情況 但最重要 是 我們去談 這件事 不只是看病人 要看病人 是否準備好 跟你談 這件事 他未必想 面對這些 不想承認自己 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是 對一個 mental competent 的患者 當然 他也想 表現自己 如何看待生命 他想 什麼情況 他不接受自己 繼續生存 他希望自己 得到什麼照顧 治療 或者 他不想 接受一些 維生的治療 可能他不想 這麼快做一個決定 但他又想 找一個人 可以代表他 說話 即是 了解他 如果 為一個 incompetent 的患者 他又不可以 為自己 發聲 但是 我想 他也會有一群 跟他 很合理的 或者家人 都可以 理解他的人 他身邊最愛的人 可以 把他 認識他 你猜他 喜歡什麼 或者他曾經表達過 他希望 他的 想法 有什麼 想法 或者 什麼才是 最好的 和醫護人員 做 計劃 都是 給患者 利用 這些 重要的人 可以提早 去想 究竟 對這個病人 最重要 是 臨終 他會覺得 這個病人 有什麼 醫療決定 會幫助他 其實 整個過程 都是希望 及早 預設 照顧計劃 是 及早 去想照顧計劃的 所以 這是 很敏感的 討論 因為 與生死 又牽涉到 大壞事件 可能他沒有預計到 那麼差 當然 我們是 準備好 壞事件 但是 我們希望 最好 跟他講 在過程中 都留一些希望 所以 我們不是一個 大壞事件 不是問問題 要不要鹽水 要不要插胃喉 不是這樣的 是看他 如何看人生 如何看生命 他希望自己得到 什麼最好 適合他的 所以 未必 在過程中 一定要去做一個 AD 反而 過程中 是一個 溝通 令家人 或者他身邊的醫護人員 理解他 其實他需要 什麼 才對他的 最好 當然 在中國的社會 香港 都很重視家庭觀念 所以 我們的決定 和關心 都包括家人的意見 希望可以有一個 consensus 在整個過程中 而且 這個過程 不是one-off 做一次 家庭討論 就可以做到 可能也需要一些時間 讓他們慢慢理解 慢慢接受 和決定 可能要經過三、四次 兩、三次的 談談 才可以做到 剛才提到 關於病毒 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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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不同 所以 家人的看法又如何? 他們有什麼關心? 這裡有一個模特兒 一會兒大家可以用這個模特兒 部署如何和家人和病人談 適合症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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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乎對方的想法 喜歡談得多深入 我們也會給予一些資訊 因為每個病人都有不同的過程 面對不同的選擇 而且每個人都想知道的深度有多少 當然知道這些事後 可能會提出很多情感 我們要如何認識情感和關心 當然我們剛才也說 Hook for the best 雖然說一些有少許負面的事 但其實都可以提出一些 真實的希望給予他們 當然過程中 讓他們提出問題 他們的關心 多一些談論 之後可以檢查所有的資訊 談過的事 有結論的事 當然可以簽到AD或DNA CPR 但不一定的 差不多了 所以我不說了 Documentation 稍後會派一張照片給你 其實HJ有一些標準的照片給你做 Documentation 有很多不同的標誌 Mina Montal Incompetent 或者Kimpacent 保持股份是 病人自己保持的 醫院可能會有一個記錄 NGO和醫院都可以配合 一些部分 例如Value Believe 或者這些東西 NGO 或者社工同事可以幫助的 醫療方面 可能是醫生護士去幫忙 當然這些不是簽生死障 也不會簽東西的 其實是一個檔案過程 所以是可以推翻的 當然又要經過一個程序 要告訴醫生他想改變 他的病情情況不同 他也會有不同的決定 這部分就完了 沒有時間讓你問問題了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個環節 這個環節只有十分鐘 兩個人有一張紙 那裏就會有一個 兩個人互相配合做操作 我現在講一下 現在有個病人叫陳太 陳太是八十歲的 他有需要的 腎臟功能和心臟功能都不好 他有CRF和CHF 他這次入院就因為尿蒙尼亞 其實他過去六個月都入了醫院幾次 差不多一兩個月就入醫院幾次 但那幾次都可以出院 但這次入院都同樣是尿蒙尼亞和Food Overload 這次入了五天 就在打Nantibiotic 吊鹽水 但都完全沒有進展 手腳都腫了 吞東西又有困難 現在已經很陰蒙尼亞 他只有一個獨身女 那他現在… 那女兒一直都要求領執 因為她過往幾次的祇人 都可以出院 他又不覺得他媽媽會這麼快離開 如果你是做導師或社會員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有什麼身份 你一個是扮病人的兒子或女兒 一個是扮醫護人員 你就去討論ACP 一開始你約了病人的兒子或女兒 就跟他討論他媽媽的情況 他現在都挺差的 都要討論他未必可以過到 都可能有幾個星期 甚至二天、二星期 如果幸好一點 可能有逆轉的機會都不受 現在開始了 大家找了你的夥伴嗎? 十分鐘而已 去嘗試討論ACP 好急的 在醫院都是這麼急的 大家不用害羞 談一下 你一個扮 你自己在猜程尋 一個扮家人 一個扮醫護人員 為什麼你們不談? 沒有機會的 因為我們很緊張 我們只有一個多小時 開始講的了 還有你們已經派了一張紙 有個個案子 你找這個旁邊 你那裡沒有 有些單獨的 你們自己運吧 好嗎? partner 我們不用的 他們自己 不用的 他們自己 我不管他們了 來吧 拿來 你騙人 有些人 我認為 有些人 主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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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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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時間到了 也感謝大家 我看大家都很投入地去談談 剩下聽他們說什麼 給他們時間 陳小姐 你是慧珍婆婆的女兒 姚姑娘 你找我正確 我看見我媽入院幾天 又打了針 又打了 為何還這麼差 我看見她沒有好過 好像沒有什麼幫到她 我看得到你很擔心 其實我也想跟你談談 媽媽現在的情況 這次她有肺炎進來 其實上次兩三個禮拜前 她也認識你媽媽 這次的肺炎 跟上次的情況 可以說是嚴重了 你自己怎樣看媽媽呢 你覺得怎樣 我很擔心 她上次進來 打了兩天針 已經沒有那麼囂張 沒有那麼辛苦 但這次完全不同 好像沒有好轉 我很害怕 姚姑娘 我明白 其實我們也有點擔心 我們今早的團隊開會 我也跟醫生看過她的肺片 無疑真的比上次的肺炎差了一點 除了肺炎嚴重了之外 她的心功能差 你知道的 但這次的肺炎功能也差了 所以我們也要看回 媽媽的體質向下 但我們也會繼續 在肺炎方面的控制努力 但我們整個團隊也不太樂觀 所以也想跟你談談 如果肺炎真的進一步 控制得不好 她有機會 情況會再差一步 那我要看看 你的心意如何 你想我們怎樣幫你 姚姑娘 其實你這樣說 是否真的 我媽媽會死 這次是否真的很差 你們幫一下她 我不想我媽媽死 我知道你很難過 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但其實你也知道 現代的醫學雖然已經進步了很多 但始終我們也有極限 肺炎的控制 其實也要看回整個人的體質 所以 萬一肺炎 他的控制不太理想 他的呼吸就會很差 變成 我們也要看看 他在症狀方面 我們要令他舒服 當然有時候醫生會問你 做不做一些侵入性的心肺博鬆 你也知道 心肺博鬆就是簡單的急救 都是一些有創傷性的治療 但其實效益是很小的 成功的機會很低 姚姑娘 我想知道什麼 很害怕 我聽到創傷性是什麼 急救還急救 很創傷的嗎 其實 所謂的急救 主要都是一些 插進氣管、導管 用呼吸器去支援呼吸 另外就是心外壓 你先不要這麼害怕 因為其實媽媽的情況 從未到達到真的這麼差 不過我們作為醫護人員 治療醫病人是我們的理念 但是當治療到了極限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治療的時候 我們的良心是會保護我們病人 不想接受一些有痛苦 但是沒有意思的治療 這是我們的良心 所以我也不想 你媽媽 如果去到真的那個時間 我們做這些沒有意義的急救 其實她痛苦得來 可以康復的機會 也是好味 她只是延遲死亡 但是不會延遲生命 或者這樣 我們說一下 我看到你很疼媽媽 其實我上次 我也有和你媽媽聊天 她說你很乖 你想想想媽媽的性格如何 以往的日子 對 她怎樣的 今次媽媽悶悶悶悶 都說不出話了 對 不過她說到話 她的精靈的時候 她的性格很瀟灑 她說 她教我拿起 要放下 我還想起 姚姑娘 早幾年 我爸爸死亡時 過世 我哭到死 反而 貓安慰我 她說 爸爸走得這麼快 又沒什麼辛苦 如果我像她 也好 我記得媽媽說過 我想媽媽也很怕辛苦 現在想起媽媽 如果她有選擇 我想她也不想這麼辛苦 對嗎 你現在想起她的說話 對 其實媽媽 她很幸福 爸爸在這裡 有她親愛 爸爸走了 我自己辭了工作 現在做兼職幾年了 都是想多些陪她 我之前她走得走得 我跟她到處去玩 現在因為照顧她 我自己都 連朋友都斷了聯絡 你都應該有些朋友 不過沒有時間找她們 對嗎 其實我聽回媽媽相對性 給很多老人家 有個像你這麼乖的女兒 都是很有福氣的 姚姑娘的責任 就真的要跟你說定 萬一媽媽差的照顧方案 但是我們仍然都有一些事情 我們是可以一起去做的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照顧得媽媽 在她 如果這個人 這個是她生命裡面 比較後階段裡面 我們怎樣可以照顧得她舒服一點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做的 你知道嗎 譬如你經常陪著 我經常幫她做乾淨的嘴 她現在是吞東西有點困難 但她有時候有精神的時間 我看到你都餵到她 很小心 那些姑娘教你怎樣可以 小心位置 我看到你們都做得很好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做的 知道嗎 還有我們所謂不急救 其實我們絕不是放棄 你要知道 我只是想跟你說定 如果萬一她的情況差的時候 我們是想尊重你媽媽以往 她一生對生命核心的理念 去做一個抉擇 或者尊重你家人 我知道你很愛媽媽 但我們其實 我們有時候可能需要調教一下 我們要令她舒服 我們不需要擁抱她那麼緊要的時候 我們有一點放手 令她舒服 整件事情 就來得更加美好 好嗎 余姑娘 多謝你告訴我 是的 但是呢 因為我只有一個女兒 不明白 我有時候都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很擔心 我真的需要一些時間 去消化一下你剛才所說的 是的 如果我 真的消化到 我還有什麼想法 我可以再找你嗎 當然 當然 你經常都在 我差不多每天都上班 還有那些團隊 我們都會共識 一個理念 就是希望媽媽舒服一點 找一個方案 讓媽媽可以在這個階段裏面 症狀得好 但我們仍然是 繼續努力 為她的肺炎那方面 處理那方面 努力的 好嗎 是的 我們就 不怕了 余姑娘也會繼續跟你聊天 如果你看不到我 就找我的拍檔 但我主力也會跟你聊天 看看 接下來的日子 我們再多點看看 把眼睛放在媽媽 在舒服的照顧方面去努力 好嗎 你不是孤單的 我們整個團隊都是跟你一起的 謝謝你 姚姑娘 謝謝你 姚姑娘 還有 Ellen也會介紹給我們 我正在提醒她 這裡 我們那個 這裡 我們也可以嘗試 剛才我們說的準備模特兒 第一我們要準備 看一些排版 一些歷史 第二我們就要了解一下 跟家人打招呼 剛才有的 你怎麼稱呼 我女兒 第三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家屬或病人 她對於病的情況有多少 如果有關於治療上 治療上 治療上 或者是ACP DNA、CPR 各樣的事情 我們再跟那個家人去說 給他一些資訊 在這個時候 如果需要問問題 問問題 她可能有情緒 我們也很安慰她 剛才也看到護士也很安慰那個女兒 最後我們也會給她一個希望 我們不只是說一些不做的治療 我們也會說 我們現在有什麼事情 可以幫助病人 和病人的家屬一起照顧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希望 不是什麼都不做 就像等死一樣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最後我們也有一個結論 我們要試一下 現在要分組 我也知道這個場地 也不是我們期望 也不知怎樣分組 不過也要試一下 你們很有智慧 我知道 可能我們七、八個人一組 我們有六個助理者 加上我和Alan 就可以分到八組 大概七至八個人一組 分小組 有一個是做護士 或者是醫生 或者是社會員 或者是健康專業 一個是做病人 或者是家屬 我們大概五至七分鐘 做一個回合 我們現在 由現在開始計算 有三十分鐘 即是我們可以做三次 我們有三個狀況 每一組只有一個狀況 所以你重複都是在做狀況 因為很辛苦 有三個狀況 Alan 我正在說 等我先說完 我們有三個狀況 就會帶著這個狀況 去你們的組 有一個狀況 是CA 一個狀況是 Demand 第三個狀況是 COPD 我們都試一下 大概是十分鐘 十分鐘 十分鐘 一個回合 所以我們自己試的時候 大概是六七分鐘 我們會給大家一些 feedback 其實剛才我們哪裏可以再加少許雀物 好嗎 我們試一下這個機會 其實我也很想 我也很想我做 跟病人和家屬聊天 有個觀察給我一些 feedback 不過現在都沒有什麼人 在我做觀察 因為有個觀察很矜貴 那個觀察可以給你一個 feedback 我究竟其實剛才那個 conversation 有哪裏需要改進呢 那麼treasure這些機會 今天我知道是濃縮了很多時間 只剩下這麼少 所以我也不多說了 大家可以分分組 那裏一組 好嗎 一二三四 眼鏡 哥哥那裏 姐姐那裏 不知道是黑衫眼鏡同事那裏 那裏另外一組 一二三四五六 看到嗎 你在圈人那裏 其實是一組 那裏一組 那裏後面 有沒有 舉手了 行過去了 那些 facilitator幫我舉手 前面那些留下我和Alan 還有哪裏 沒有人那裏 我做那組 哪裏一組 Alan有沒有 是 Nancy 有一組 Kidman有沒有一組 瑤瑤 瑤瑤有沒有一組 哪裏是 瑤瑤那組 分組的時間 已經實在用了很多 這邊是不是沒有組 瑤瑤這邊沒有組 這邊 這邊沒有人 這邊一大堆沒有人 是不是 行不行 外圍那些都加入了 我們 有多少人 如果不是可以分開 速度開兩組 行不行 是不是全部都有組 如果瑤瑤那組 可以速度一半給我 行前面 行不行 可以 那就可以開始了 好 好 那樣可以開始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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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